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碰瓷 谁故意的 你说那我这一身水 我是故意见的呀 看来是故意的 哎呀 我见你一身水 谁能证明 街坊林队们 你们看见我见他一身水了吗 看见了 都看见了 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 我车里有摄像头 我摄像头是冲钱的 我就看见你 在这儿故意挡我的路 见你一身水 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 哎呀 小土豆子 怎么着 你在这儿跟我俩臭不要呢 是吧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打听打听 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也好人 我也不是吃素的 好 你刚才我建议你的态度特别好 两百块钱就算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过不去了 我这一身水 可是你一身 我明白了 两百块钱就够了 你加钱你赔 我赔你 我赔你一脸 我 我赔你 钱还给我 我赔什么还给你啊 你没借过钱的你 好 我告诉你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你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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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不是 这茜还没倒完呢 这倒茜还勾见呢 我现在就让你连早嘎不过了 对啊 钱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不是 小赌豆 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 你要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 实在是不太真诚 你刚才不是来跟我俩发拔的吗 我发拔的也不够真诚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再次向你道歉 你少跟我来这套 对不起 我问你 我刚才是不是在真长的走路 对 那你是不是故意捡我一身水 是的 你缺不缺德 我缺德 我缺了大德 那我问你要200块钱多吗 多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 我想再给你一百 小黄女士 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不好意思要 谢谢 再见 我站住 你为什么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 再去溜个弯 不是 太溜啊 我和黄女士的事情 还没有谈完 那行 那你快点啊 好的 一定要注意素质 是 今儿表现都快 慢点啊 注意态度啊 你没见过钱呢你 你要干啥呀你 你给我在这抢钱呢你 谁抢钱了 你也不打拼打拼 我是谁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 这抢钱呢你这个人家帮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 你 小黄 你 就是左脸千抽 右脸千抽 右脸千抽 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种 皮比成家后子弹都打不够 怪不得 怪不得 你这么大碎碎 你都嫁不出去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永远都嫁不出去 你再说一遍 我说一遍 我说一百遍 你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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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谁都说 你嫁不出去 小黄啊 那个 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 多大愁多大怨呢 到会上跪下就顶大天的 这怎么给我们都是趴下了呢 他说我嫁不出去 你就是嫁不出去 你太有兽了 没有人都能配得上他 太完美了 你beautiful 对不起 小黄啊 不信不得就行了 前身份都给你这样了 你就别得礼不让人了 就是啊 我得礼不让人 我得礼不让人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 刚才他把我骂的 我嘴也都插不上了 不会吧 小黄妹妹 我刚才一直看见 你才骂他呀 我明白了 哎 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 他就对你毕恭毕恭了 道歉 我一走了 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骂我 行了 这样小黄妹妹 我替前身份呢 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 他呀 是在跟我装人呢 知道吗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 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 是吧 就是拍叫 肚子里的孩子 啊 阿米莲 那里有交帮忙啊 啊 我咋不知道呢 不可能啊 我怀孕的事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的 我是一样的 前两天我出国了 我昨天刚回来 啊 那你不对呢 你不知道可以理解的 太好了 阿米莲 哎 你怎么能怀孕呢 这人 因为我老公啊 这个问题回答的太正确了 小宝宝 我是你小黄姨 你乖乖的 等你出来以后 我给你买好吃的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你宝宝 你正处在那个胎臭阶段 你知道不 你千万别让宝宝 听见别人吵架 要是你点爱吵架的人呢 你就离他远一点 对 实在离不开 你就出去溜个弯 小宝宝 那个 小宝宝 我刚才跟你爸爸 那不是吵架 那是玩耍 对 对 宝宝 爸爸跟华姨在闹玩呢 对对 我刚才呀 我故意倒在你爸妈车前面 我挡挡挡挡挡挡挡 对 刚才我故意见了你华阿姨一身水 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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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见 你俩看啥啊 宝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你看你的老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你老爷锻炼的是腿 我跟你华阿姨锻炼的是嘴 你听 红鲤鱼鱼鱼鱼鱼鱼鱼 这个老把我带着 行了行了 哎呀我也出汗了 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 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你拿着吧 哎呀不用 你拿着吧 我走了啊 那明天精神练 哎好嘞 等会儿等会儿 明天还精神练呢 啊 你明天要精神练 二门热要不在场 你还插不上嘴 妈妈妈 我听见顺芳和我小姨不回来呢 你这么点 我试着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 别试了 听我说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呢 他肯定碰得后起 你身板 慢点啊 你这身板 小姨够 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快点快点 我看看 逃啥好玩意 古董 哎呀快看看 先说好 慢点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或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卫 无 我就差鼠了 胃鼠无 这不三国的吗 哎呦我的妈 小姨夥 以我看这两个碗 一个老胃的 一个老吴的 成大笔饭用的 没几年 你根本就不懂 他我不懂 假的 呦我天呐 妈呀 呦 呦这个好 西汉的 西汉 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 不是成西汉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 还有落魂呢 小姨夥啊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 管那个年代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你找谁见证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 你快要回来去吧 你不 蛤蟆醒了 妈 啊 你说咱那件事 你那个是假的 什么假的 哎呀都是一家人 我还准备算见宝栏目呢 啊 关键是人家那网上 太西汉了 好多人啊 咱那不行啊 咱那个元代的 啥元代的 啊 那个是我妈 他他他有一个元代的青花词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了啊 所以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元代的青花词 啊 忘了放哪了啊 哎呀我想起来了啊 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你干啥去啊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哪干啥去啊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 我们也不惦记啊 好那好 走走走 咱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元代 我不动 青花词 我也不懂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你不要我要 我 你给我说 哎 哎 哎 你干啥你 我去取取 来吧你 你让我来吧 你让我来 来来来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呢 我过不着 你往你这往你这往你这我 我 哎呀 沙发怎么翻了呢 你每天在告诉我 哎呀 你怎么去了 你帮我你年轻时候 追我黄姨那时候呢 是 那时候黄姨就对你好 现在还对你好 你还想咋的 别吃吧 黄姨 你算不用吃了 我就告诉他那个偏方啊 我跟你说 不用了 不用了 你赶紧走吧 你看看我爸 不好意思了 新出对象来了 找了个女朋友 老天大哥呀 你出女朋友了 折你忙我干啥 这是好事啊 恭喜你还来不及呢 在哪呢 给我介绍认识认识 这里这里黄姨 妈咱家来鞋了 老天 我干嘛非得听你的 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啊 哎哎哎哎 他是谁呀 给我介绍介绍 他 他这个那个是我们以前 钢厂医院的护士 完了以前我不也在钢厂上班吗 我们俩准确的说应该是同事 对 不公有 不止吧 刚才儿媳妇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 啊 他是你的老情人吧 哎呀 大人的事不掺和了啊 那个 他是这么个事 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承认 我喜欢过他 我曾经追求过他 但是呢我怕人家吧 那个相不中我 完了我就想干出点成绩了 之后再找他 完了后来等我去找的时候 人家已经结婚掉走了 完了你啥事没有 我说人家现在都有对象了对吧大妹 对 有对象什么了 这世界上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没得到的 这么多年你的老情人 你还真挺有长性的老钱 不是你呢你还没听明白 就是我们俩到最后也没成 我听明白了 因为没成 你俩的关系才不正常啊 还约长妹子 这话让你说的 哎呦我说阿姨啊 刚才你不这样啊 咱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儿子 你现在理解爸爸刚才跟你所说的一切了吧 不好我理解了 你理解万事吧 那把老惨了 大妹子 你冷静冷静 听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说吧我看你还有啥说的 大妹子 我们也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活了大半辈子了 哪个人都有个性都有脾气 谁想改变谁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们俩想加深感情 那就得互相信任 老钱我们俩其实啥都没有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可是你就禁不住老是怀疑啊 老是往那方向想 一与其让自己活的这么累 莫不如让自己活的顺心快乐一些 我可以快乐 但是我不允许老钱身边有其他的女人 哎呀我不是其他女人 你看隔壁老王 大妹子 多少钱呢 两瓶是十八这瓶赠的 十八给你 不好喝 退了 不是大姐你都喝了 不好意思 我喝的是你买二赠一的一 我退的是你买二赠一的二 好 大姐你是干啥的 帅的 大姐你还想买点啥 酸奶 还不好喝 退了 你还想买点啥 你猜 酸奶 最溜 行 仍然不好喝 退了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把钱退我吧 什么钱 你是不是买二赠一 是 那我买六赠几 送三 那这三 还不明白吗 大姐 你想把送的这三个 从我的店里带出去 你得先有六啊 我这六是退了 啊 对啊 你的六退了 那这六是我的了 你的六呢 我的六 那咱就得按单价九块一个 行 那我就再给你十块 剩的一块不用着了 慢着 大姐 我说了 我家酸奶买二赠一 这钱 你给多了 我这块子 是个旧饭吃的 我说你是干啥的 沸腾集团 高级吃骨鸡领 行啊小燕 还没等打听打听 我是谁的 就敢自爆家门 是吧 行 今儿子我就不相信 我灰太狼 还永远干不过 你喜羊羊 二姐 你给我烧一颠子去 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 我告诉你 二姐你先消费了 哎呀 但凡有一样你 给我整不明白的 你就别怪我二驴子 跟你在这撒花 我告诉你 这酸奶我不喝了 我今儿要涮锅子 行 你涮锅子这啥样 一共是 等会等会 不看看你这 商品啥质量啊 啊 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 啊 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 就撞袋啊 啊 还有这个 我吃个面 你还抵上兰州 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的 是不 我们这没有这项服务 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你这半成品 它就不够半 知道吗 今儿跟我涮锅子这啥样 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 不好意思 就别怪我撒花了 啊